好,各位企业大家好 那这番棋是6月29号 进行的第二届烂科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半决赛 由黑方锦山玉泰对战白方 姑子豪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选择对角 然后大飞手脚 白棋高挂 黑棋脱退定势 白棋拆,黑棋挂 之后白棋脱肩,小飞手脚 黑棋点33 右下角黑棋斑瞻过后 这里白棋也可以选择跟着硬 包括白棋比如说拐一个 黑棋断一个,然后拆一个 把方向转向右边 还有就是直接爬的这个走法 白棋爬一个,黑棋长 然后白棋逼住 黑棋假如说拐下来的话 白棋沾 等黑棋往右边跳一个 白棋可以从这儿小飞去封锁 因为接下来白棋这手压 跟黑棋长的交换是一定能走到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还是可以把黑棋三颗子给包围 那黑棋假如说直接跳 白棋就爬 这样黑棋大致就弃掉两颗子 从右边贴起 白棋扳了之后 连扳,黑棋断打长 白棋再长 这个局部呢 黑棋还可以保留一些味道 然后将来在这个 右上这一带 去扩张旁边的这个潜力 这个也是黑棋的一种选择 实战白棋拖先 正常下法 因为这个布局阶段呢 比较空旷 特别是左上已经有一个 小飞手脚的情况下 白棋拆一个 两翼张开 这个是完全合理的 黑棋右下角 还是选择跳出 当然断也行了 这个看黑棋自己的一个判断 然后白棋左下角碰 这个棋的话 是不太怕黑棋去 扳断的 因为扳断 白棋反扳 黑棋断打完之后 沾上的话 白棋就往这儿 断打再拐尸 黑棋拐打 白棋长一个 这个局部呢 这个脚上就是白棋还得在 黑棋还得在补 得打吃一手 如果说不补的话 白棋不是贴在这儿 贴在这儿 要被黑棋二路夹 那局部暂时没招 这个里边 白棋可以选择小尖 那这样黑棋打了之后 扳 白棋扑了 再扑 黑棋提 白棋再往底下打 就会产生一个截针 虽然说是一个两手截 但是至少这儿有棋 白棋呢 就是没有什么负担 所以说黑棋如果下成这样 得补 白棋考虑局部脱前 实战 黑棋是往脚上长一个 白棋扳下来 后续黑棋产生两种下法 第一个就是 甲一个 等白棋沾上之后 黑棋度过 这样白棋沾 黑棋虎 白棋挡下来之后 黑棋拆一个边 白棋左边再飞下来 跟这个左上呼应起来 后续可以发展中央的这个模样 因为白棋 左下角已经比较厚的情况下 这个棋白棋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后续白棋还有这里的打入也是比较严厉 实战 黑棋扳一个 白棋长一个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挡下来的话 那黑棋可以扳在这 这样白棋是扳不下来的 因为扳的话 黑棋断打 再打吃 这个白棋就死掉了 所以说只有沾 沾完之后 黑棋可以挺这个头 因为挺底下的头 被白棋扳在这的话 价值过大 白棋左边的这个发展太好了 要挺这个头 然后白棋可以扳下来之后 因为沾比较笨重 黑棋后续夹一个 你要是阻度他在拆 那白棋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基本上也就是白棋往这儿去夹击 左右虽然说都有两个段 但反过来看的话 这个黑棋只能走到其中之一 段左边 白棋可以这个 比如说爬在右边 这个地方就可以处理好 还原成一个基本定时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挡下来也是可以考虑的 实战白棋是长一个 然后黑棋拐 白棋直接大飞 围在五路 这个棋的话围在五路 边上虽然说防守比较薄弱 但是白棋中央的这个潜力 并没有 因此就是减少 比如说你拆四路的话 其实这个黑棋将来 比如说这一代的坚冲之类的 还是比较容易 把这个白棋周围都给破掉 拆五路的话 黑棋实战还是减充 那对于黑棋将来出头 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不过这个都是比较细微的区别 也不用过分的去解读 主要就是下当时的一个心情 后续白棋爬一个搜根 那黑棋如果说往里跳的话 白棋是可以飞在这的 这样黑棋往前压 白棋顶 黑棋虽然说可以靠一个出头 但是白棋上边再一跳 这个地方等于说放黑棋出来 没关系 白棋上面可以继续去围 而且你可能尝这个还有一些问题 因为将来白棋这一尝之后 这儿还有冲断 双一个的话呢 那白棋顺势把上边补强 黑棋再出头 那白棋就象征性的走一走就不管他了 阳攻一下之后 转向其他的战场 始战黑棋二路漏 这个棋就是意思 白棋如果挡黑棋大致就成一个拆二 其实黑棋虽然说稍显委屈一点点 但是这个地方只要能活 那黑棋也没有过多的这个奢望 始战白棋飞在这里 仍然贯彻为中央的这个思路 黑棋爬一个 然后白棋扎钉 这个飞完之后 扎钉是惯用的一个套路 黑棋加来拐出 搬的话白棋依旧是收根 这个地方白棋的策略就是 不让黑棋简单活棋 把他往外边赶 因为黑棋不可能这样穿向眼 穿向眼被这个白棋冲就烂掉了 无法收成 尖的话白棋尖回 那其实已经把这个右上的立二拆三 给他补强了 像将来黑棋这种二路漏 再靠出来被白棋直接盖头 这边手段是完全就不存在了 黑棋要是往上打呢 白棋点刺 冲一个 长一个 靠出班 反正就允许黑棋这样去 逃跑 反正一串单关往外跑嘛 白棋虽然说损失了上方这一点空 但是左边也就自然而然的 围住 白棋也没有什么不能满意的 实战的黑棋是拐冲 然后白棋依旧飞过来搜根 黑棋打持白棋立 白棋在这儿的交换肯定是非常开心 因为只要把这个缺口给封住的话 那黑棋这个二路漏永远就对白棋构成不了什么威胁 它是没有这种拆出来的这个空间的 局部也做不活 实战黑棋是搬一个 然后白棋右边刺 黑棋选择是二路小间 但这个棋有点反常态 AI的一选是认为 黑棋上面这一块棋 仍然非常的危险 所以说建议的话是黑棋往上病一个 这个病是棋型的要点 因为白棋这样断会被黑棋刚好斟死 左边这个之前尖冲的子就立功了 黑棋如果说提 那白棋还要点刺一下黑棋不爽 所以说是建议病在这儿 那这样白棋大致就把右边给冲断 黑棋补脚白棋打持 将来在中央这一带 黑棋还有一些引针的招 当然具体这个走在哪 那就看黑棋的自己的这个选择了 实战黑棋是肩在这儿去补齐 肩跟棋的区别呢 就是棋更加厚实一点 头更加硬一点 肩的话呢 就是偏向于空 把这个实力增加 然后将来这个出头的话也是黑棋可以飞在这儿 顺便扩张右边 黑棋尖一个 然后白棋顶住 这个棋 其实白棋下的还是有点问题的 应该断打上去 因为断打黑棋不可能提这个 提这个被白棋一尝 不仅是白棋越为越多 而且 黑棋的这朵花 并没有做活 后续想要活棋也是比较的苦 那黑棋反打的话 白棋就提掉 打持 沾上滚包 再沾 白棋 左边在一般 这样黑棋这一整块呢 还是非常危险的 跳到脚里去的话 那白棋冲一个 跳一个 这个地方 黑棋依然 不够两眼 还是只能单关 往外边跑 能把黑棋逼成这般模样 白棋就能满意 实战 白棋顶一个 然后黑棋长一个 白棋 飞刺黑棋提掉 然后白棋连回 之后黑棋 再往外边 跳出 当然这个地方呢 白棋没少将胜率 顾子豪的布局 是他的一个 短板 当然 这种地方 其实你不看胜率的话 是很难感受到 白棋的这个 胜率会下降 实战 白棋下出这手 挖的时候 可能自我感觉还比较良好 因为确实 这手挖比较厉害 黑棋不能从这打 从这打 白棋一断 一尝 就把黑棋给封进去了 这个黑棋局部不活 实战 黑棋是 打在右边 白棋 尝回来之后 黑棋 站上 然后白棋断 下一条棋 黑棋 黑棋比顶 这个呢 是一个出头的妙手 如果说黑棋只是打了虎 那只能说这个水平比较差 这个棋首先这一打 跟白棋长的交换 已经帮助白棋 把这个残子给看住 这个空围起来了 你在虎在这 对白棋上面几乎 也不产生什么影响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黑棋这个比顶 是非常需要想象力的一手棋 不管白棋是拐 被黑棋拐了之后 你吃掉这颗子 然后外边的这个子 被黑棋给控制住 还是说 搬 黑棋断 你打了之后 往上跳方 去补棋 黑棋外侧 都有这个借用 而且这个地方 就可以直接飞出来了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棋 刚才如果说 黑棋直接打了虎 那等于说中间 你是来不及飞的 白棋完全 现在可以走到 这里的一个制高点 现在通过棋子 如果说走成这样 黑棋就可以抽身 飞出来 不但是出头更广 而且同时也影响到 白棋左边去围 所以说这个就是 黑棋比顶的一个妙用 下一招棋 白棋斑 黑棋长 白棋倒虎 这个棋补上之后 这个白棋上面确实 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接下来黑棋跳一个 出头 白棋挺头 那当然黑棋这块棋 目前为止 还是只有一只眼 还没活 往脚上跳的意思呢 就是先手便宜嘛 因为白棋冲完之后不走 黑棋随时一肩 这个还是关系到局部的一个目属的 所以说白棋二路跳 黑棋拐 白棋单退 单退也是 让黑棋这个地方暂时没眼 拐住的话 黑棋这一拐 你要想破眼 那你只有搬这个 那将来黑棋断打 白棋开截 这个属于吃撑的没事干 这个没必要 因为这个截打输被黑棋 比如说提在这 你在其他地方兑现这个截财的价值 那黑棋将来是可以飞在这去掏你的空的 那这个白棋就被掏光了 这个棋就不划算 所以说就退一个 然后黑棋往前跳 白棋再飞 那这个地方呢 很明显就是白棋阳攻黑棋 杀肯定杀不死的 但是要吓唬他一下 让他跑的同时 白棋顺势就把左边的这个空啊 给围住 黑棋继续贴 白棋再长 黑棋再贴 眼看黑棋右边要沉势 白棋左边呢 也围的差不多了 再往前长 也不会增加太多的潜力了 那这个时候 白棋赶紧抽身 回到右下靠压 要把这块棋作活 因为这块棋现在不得不去面对 黑棋周围很厚 形成包围圈了 你再不走 这个就很危险了 白棋靠压之后 黑棋走的是斑 断的话呢 被白棋这一斑先手 再这一飞 黑棋也没有什么严厉的办法 你比如说假在这 白棋沾拐一个 白棋右边压 再往中间一长 那这个棋 白棋就很简单的安定了 实战黑棋是搬在这 白棋反搬 黑棋断打 白棋反打 黑棋体调 白棋再打吃 你沾的话 白棋肯定就沾了 因为右边黑棋是个软头 这个脚随时面临被冲下去 所以说黑棋也不会去断 这个白棋倒也不是很怕 实战黑棋是反打 然后白棋体调 黑棋这个时候往右上角去搬 这个很大 这个棋如果说白棋不走的话 被黑棋这个不管是搬起来 吃你这个尾巴 还是说更狠一点 直接跳进来 杀白棋整块 这个白棋都是相当棘手的 因为黑棋中间这个摆了一根棍子太厚了 你跑不一定能跑得掉 而且上面像这种 被黑棋挖站之后 你得后手站 这个棋就太危险了 所以说白棋搬下来 要跟着硬结 黑棋体结 这个时候白棋直接就沾上了 妥协了 因为你这个多在上面找找结材 多笔划两下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就你这样点次再提 黑棋上面还是有结材可找 像这里夹一个 对吧 白棋压住 黑棋提掉 那没有结材了 还是得站回来 就不用这样多次一举了 实战这个白棋直接沾 黑棋也沾 然后白棋提结 下一招棋呢 黑棋是一个胜率将的非常多的一部问题手 就是他选择搬在这个中间 这个棋搬得搬 但是不是现在 因为黑棋直接搬 你虽然说影响到白棋右下角 但白棋一手棋 就把这个棋给提活了 这个绝对不是黑棋应该 希望看到的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呢 黑棋应该站在底下 去把这颗子连回 而且这个棋本身就是带着木的 很大 白棋要是往中间搬的话 黑棋可以顺势切断 因为白棋如果从这打 那黑棋不用多说 直接反打完之后沾上 那白棋自己一块全得死 这个损失太大 白棋承受不住 白棋长的话呢 黑棋就长这个 你中间跳一个 那黑棋可以先跨断 跨断完之后 比方说再往底下跳 把这两颗子连回 继续威胁白棋这一整块 还是有机会能杀的 实战黑棋直接搬 被白棋非常机敏的 体调之后 这个棋 黑棋胜率就不太行了 因为这块白棋一旦做活 黑棋这个里面的模样 上边露着风 底下露着风 根本微不大 之后黑棋往中间停个头 而且这个地方 黑棋下的过于保守 既然这个地方 白棋已经露着风的情况下 并且中间三颗子弃紧 有冲断的一个情况下 黑棋应该抢占这个 点的要点 白棋搬过来的话呢 黑棋就不要再管了 直接往左边去飘一个 飘一个还是要瞄着 中间白棋的这个断脸 因为白棋如果说手左边 被黑棋这样一冲断 或者说断在这 你沾他再一打 那底下白棋这个子送了 这个白棋如果说补中间的话 那黑棋左边靠下去 之后再一尝 可以这个直接把这块棋给 冲进来 然后在这儿跟白棋决一死战 只要能活 那黑棋这个棋血转 实战黑棋是挺头 然后白棋跳一个 黑棋再往前大跳 之后白棋往这个下方飞 掏黑棋的空 然后接下来 黑棋这个棋下的还是比较保守 应该是黑棋的判断出现了问题 可能黑棋觉得三个脚在手 这个地方稍微削一削白棋呢 也能够 但其实不然 这个棋我们点点空 发现黑棋并不是非常乐观 那这个地方有什么比较好的招数呢 AI推荐黑棋是往三路点一个 点了之后白棋拐下来 然后黑棋再往上靠 这个地方一定要多寻找一点头绪 给白棋制造出充分的麻烦 想办法掏掉里边的空才行 那这样白棋如果说尖顶 黑棋长一个 冲的话挡住 断上来的话 黑棋直接拐 那这个里边 其实白棋说想杀黑棋 也不是那么的容易 因为白棋不但是要破黑棋左边的这个眼 还要注意白棋中间的这个地方 其实也是有些问题的 并没有完全联络 左下也没有完全活 白棋如果说斑断的话 黑棋打了之后双打持 提掉 把这个眼一做 白棋左边还得继续补 黑棋在这个里边可以尝试的 把另外一只眼也给做出来 比如说这个打一架 对吧 白棋站 黑棋再搬下来 是不是可行 那就要计算 反正正下呢 就是存活的概率 要比实战黑棋大不少 当然不保证一定能活 实战黑棋是尖回去 想把自己的这个大跳跨段 给他补一补 那白棋肩在这里 去把中间补好 肩在旁边的话呢 这个黑棋主要是 还是有这种一路尖的局部 手巾可以掏空 白棋挤的话 黑棋可以跳进来 再走的话 黑棋还可以再往里爬 这个掏的是比较大的 实战白棋尖 先把中间补墙 反正觉得左边围的 也不是那么大 黑棋尖刺 白棋挡住 黑棋再往里挤 白棋挤上来之后沾 黑棋断 那这个地方看来 黑棋也没觉得 这个形式有多好 在外围这样原地踏步 挤步棋之后 依旧没有选择正常的去收束 黑棋能断在这 就说明了 这个时候黑棋开始 这个心态发生改变了 觉得还是得在里边搞事情 才能去 这个争这个胜负 然后白棋拐下来之后 黑棋夹一个 这个夹的话也瞄着 要打持 争死白棋这两颗子 那白棋也不能单纯的去补 补的话被黑棋这一度过 那刚才的这个棋就复制东流 下方这个脚也得死 所以说白棋 这个一路搬 既是阻渡 又是景气 黑棋这个时候 当然也有妥协的走法 就是从外围稍微打一下 打了之后呢 往中间冲一个 沾一个 白棋提掉之后 回头再搬过来 这样不仅是破掉白棋这一点 而且自身下方也能围 其实还行吧 白棋以后最多也就是破在这 因为黑棋这个 虎下来白棋可以打嘛 黑棋还可以这样去 比如说反夹白棋 这个底下多少还能围一点 实战这个黑棋是二路跳 白棋搭上来 黑棋战 那这个是抱着 要决战的一个心态了 因为被白棋吼在外边补的话 这个一旦死掉 关子也非常的亏 而且黑棋根本没有工夫 去底下仗去搬了 这个搬甚至于说都不成立了 你再搬的话 白棋反搬 断打 再打吃 起筋都掉了 那还下什么 实战黑棋是往左边去飞 白棋顶了之后 尖刺破眼 黑棋呢 往中间去掉一个 这个棋瞄着要把白棋给冲断 所以说白棋赶紧站上 有了这一手棋的交换 可能会对黑棋里边的一些长器 有所帮助 当然这个是未知 我们还要看 后续的一个变化 白棋站上之后 黑棋选择往左边站 白棋虎一个 黑棋挤了之后 站上 接下来白棋在虎 那看来这颗子 也没帮上什么忙 但至少黑棋这个交换一下 总不会亏 接下来黑棋 左下倒虎 这个倒虎呢 是留了一个一路的铺结 准备跟白棋搅上这一块 形成队长 那下一手棋 如果说白棋想 有点心虚长气的话 那黑棋往上拐一个 这里尖一个 让你这个往外去长气 反正他随时 左边有个铺结 那这个棋 黑棋就有机会 去反杀白棋了 实战 顾子豪也是算清楚 他走了一手 这个一路的沾 准备跟黑棋运来 反正呢 黑棋这个棋 我们刚才讲过了 你也搬不下来 对吧 搬的话 白棋反搬 只要有一个断打 那你也只有长 等你长这个的时候 白棋再沾上 你往底下肩 白棋这里挖一个 打一个 跳一个 那依然是可以 长出来不少棋 所以说这个棋的话 白棋确实有这个 硬拼对杀的资本 那实战 黑棋只有飞在这 去包围 白棋 再尝一个 然后接下来的话 黑棋选择的是 挡在这 当然你贴棋 这样去 紧白棋的棋 也是差不多的 这个都一样啊 实战是挡在这 白棋冲 黑棋搬 挖一个 因为黑棋要断打的话 底下一个反打 这个 比如说挖这个 走了再打这个 再倒扑 或者说直接这个 比如说靠下来 这边也都有棋 黑棋长一个 然后白棋站上之后 黑棋挡住 这样白棋看上去 有六口气 然后白棋贴左边 但这个地方 黑棋看上去 其实也有六口气 那为什么实战 黑棋脱先了 走右边 不去紧白棋 大龙的气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一个 简单对杀 就如果说黑棋沾 那白棋搬 黑棋要贴住的话 白棋要注意 下一手棋的 这个紧气啊 是一定得走在 下方这个头往里冲的 走其他都不灵啊 这个头往里冲 黑棋紧气 白棋可以再往里冲 这样黑棋挡住 让他自紧一气 白棋可以从外边打了 再打 这样白棋就快一气杀黑棋 如果白棋从这个里边 从这颗子的方向往里冲 那就坏了 因为黑棋这样团住 锦气 你再冲 黑棋一打 等你沾上之后再一打 对吧 这个就变成 白棋满一气了 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这个黑棋也就不用去紧气了 这个地方卖一气 以后这里的紧气 当做是黑棋的劫财 所以说这个黑棋的劫财 只能说还行 但是你这一大通 全部送进去 那就不用多说了 局势一定是白棋好 然后接下来黑棋这个往右边去贴 白棋肯定不可能马上团住 这么怂的去做活 肯定要扩大一些力 往底下去断打 能多捞一点就多捞一点 然后黑棋上边沾 白棋飞出 这一战白棋飞 先把黑棋右边的空给他刮一刮 然后黑棋从底下去翻打 白棋这个怎么说也得往里闯 提掉的话太委屈了 被一闯 那你可能真得缩回去做活了 这个白棋得往里闯 然后黑棋打持 白棋再闯 提掉的话呢 黑棋这一打 那你还是得团 这个白棋就没有后退的路 长一个黑棋站上 然后接下来白棋的这个手法 是非常巧妙的 走的是右边这里的冲短 这个棋的话 就是黑棋不能从这个外边去打 因为从外边打 白棋往底下这一拐 渡过 被白棋铺了之后 再铺这个 那黑棋提掉 被白棋再一立 你再沾 被白棋右边再一打 再从这个后边再一打 那这个黑棋的尾巴沾不上了 不然的话被白棋一贴就死 这肯定不行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棋只有站在脚上 然后白棋往外边冲 黑棋沾 白棋往底下搬 沾足度 黑棋再贴回去 通过弃掉白棋这三颗子 打到了右边 让黑棋外边不敢二路打的一个目的 从而白棋就可以挺头 这个地方 如果说黑棋杀不掉白棋的话 那肯定是空不够 而且黑棋坏就坏 在这个两颗子气太紧 局部是没有任何的妙手 可以说 就比方说黑棋要是跳这个 白棋可以冲断 你打吃白棋长一个 你再沾这个的话 白棋怪打 首先呢 右边火了 这个黑棋又损了 你要是掐白棋的眼的话呢 这个白棋就直接跳架 那这个黑棋 这团鱼形直接送掉了 这肯定不行 那黑棋如果说跳这个呢 也不用说了 跳这个被白棋挖了之后 打吃滚包 他通过这个滚包 已经把底下火起了 右边在一场 你这个鱼形怎么办 跟着白棋走 对吧 那他就随便走一走 这个棋铁活 所以说黑棋至少至少得吃掉白棋 右边两颗子才行 实战黑棋是猴在这儿 这也是非常无奈的一手棋啊 想既保证这个掐的权利 又保证右边封锁白棋的权利 那接下来白棋小剑 黑棋压住 白棋跳一个 如果说白棋扳的话呢 那黑棋反扳 白棋断 黑棋就打了之后 打白棋可以拐打 弃掉里面的子 贴住先手 然后再把黑棋这个子给加持掉 那这个也很稳 完全可行 实战白棋跳这个 黑棋靠压住 还是想又保留这个挤的权利 又要封锁右边 那白棋也是二话不说 直接把右下这个点给走掉 黑棋拐 随时留有白棋这一粒的一个杀招 当然实战白棋还是非常冷静的 先把外边团住做活 再说 下一条棋 黑棋选择往上去挺投 然后白棋挖斩 挖斩完 黑棋虎一个 把这个断点一捕 白棋右边二路肩 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白棋也没有在右下角去动手杀黑棋 反而是在右边自己去作演扩大眼卫 只能说白棋的这个下法是非常稳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右下角白棋立的话 其实黑棋这样一走 你再一走是一个后手 可以看成最终是一个刀八五的眼 他黑棋的气是挺长的 白棋右边不太能杀得过 所以说尖一个好棋 尖一个的话呢 这个棋就是 首先白棋气很长 眼位很充足 你要是这个点杀 那对不起 白棋这一团 你要这样肩 站成一个这个钉四 那白棋这一顶 你总归放不住吧 虎一个被白棋立 双活 双活呢 黑棋右下角还要在后手捕活 那白棋大获成功 你要是一路搬 那白棋往外吼一个 这样一冲一起 他就要不然要断黑棋 要不然要回家 这个黑棋也是拦不住的 那你要是直接顶的话 白棋就做活 反正逼着你做活 他就目数肯定够 所以说右下角啊 白棋也不用去蛮干 一定要杀 我就先把自己补一手 逼着你黑棋到里边去补棋 让黑棋安乐死 这个是白棋非常高明的一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黑棋也没办法 那先往上断吧 找头绪啊 其实这个断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不太成立的 因为白棋完全可以打嘛 我就这么打了冲出来你怎么办 对吧 你长一个我就扳 拐猪的话就断 能把黑棋左上角大龙吃掉 但仗一个不保险的地方啊 就是黑棋点这个将来你再顶 这个头黑棋是可以让白棋出来的 你出来之后反正也不活 最多也就是延长一点气 那黑棋右下角 这个又可以跟白棋形成一个对杀 有这个紫本 实战白棋是选择搬啊 搬还是比较稳 黑棋打持在上面 然后白棋左边冲了之后 打持先手 黑棋站 白棋断打完之后 跳在这儿去把另外一只眼做出来 白棋之所以损了上面这个墓鼠 就是为了能在这儿去做活 这个地方只要能活 投在外边 那白棋右边这个顶 永远是可以走到的 所以说白棋在这儿的计算是非常的精准 可以说顾子豪进入到后半盘之后 已经完全压制住了局势 然后接下来黑棋点刺 白棋贴起 挤一个白棋尖刺完之后 黑棋冲白棋挡 黑棋断白棋打 断打沾上 不过这个地方黑棋杀不了 但黑棋扑这个想破眼的时候 白棋往外边一打 然后选择提在这儿 那这样一提 这个黑棋确实不行 如果提这个地方 那黑棋还有这种跑 先把这个变成假眼再一瞻 那反而白棋只能冲右边去 拼这里的一个这个企业 这个不行 白棋一定要不要提对提错地方 实战白棋提这个 因为左边有这个冲断嘛 冲断之后黑棋左上角跟白棋对杀气不够 所以说黑棋不能这样送破眼 只有站 站了之后白棋右边拐虫提掉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打结火 因为白棋不提 就算提这个也是进火 这个结只是有结先提而已 然后黑棋左上冲延气 白棋紧气 黑棋再提结 下一手棋 白棋提掉 提掉之后白棋活了 那黑棋唯一真正的地方 就是在右边 从这点杀 白棋挤一个 马上猴下去要活 那黑棋就有斑 白棋提结 黑棋这个时候 左边找一个扑的这个结材 再提 白棋断打完之后 猴下来 这个棋的话 如果说黑棋建在这 那也是不行的 这个杀不了白棋 白棋不会走这被你这样去杀 他可以直接作业 这样黑棋沾 我挤一个打吃 先手再一冲 挡住再一点 沾上再一打 直接一气门 这个黑棋行不通 实战黑棋是建在这 建在这之后 白棋建一个 黑棋团住 白棋再站 然后下一手棋 黑棋选择站在外边 这个地方也必须得补 你要是里边 把白棋走成倒霸舞的话 那这个地方 外边白棋断打 反打 黑棋提掉之后 底下被白棋扑 滚打包收要出棋 这个是不行的 那实战 黑棋选择沾这个 沾这个呢 白棋就直接走成一个双火 拉倒了 其实你长也行 长的话 黑棋挡住 同样是刀八五的 也那就看谁先动手 黑棋走成刀八五 白棋上面这个冲了 对吧 这个黑棋沾准备收器 白棋还有这种断 断完之后点在这 沿一口气的方法 然后再率先形成刀八五点中间 黑棋走这儿白棋团 黑棋永远是慢白棋一步 白棋可以先往里边填气 这样是黑棋死 实战白棋算了 就直接走成双火了 黑棋打白棋也够了 而且白棋先手出关了 把左上这一走一走 右上冲 将来还有 沾了之后 还有这个点 不过现在不着急 先往上立 把大龙做活 黑棋中间变一个 因为这个棋里不走的话呢 就是有这种点进来的 冲这个有挡住 挖不断 这一个双打尺 所以说黑棋变一个 白棋左上挡住 黑棋底下贴棋 白棋左边爬 黑棋右上沾 把这个一路点给补掉 白棋左上角立 黑棋团 白棋搬左眼 黑棋沾 白棋打了之后 中间拱一个断打 找这儿黑棋认输 黑棋这个肯定是目数不够了 你要继续走的话 白棋就反打 就把这个关子收掉 黑棋不行 那这一盘棋的话呢 也是相当的精彩 这个黑棋在布局优势的情况下 没有把握住 左边这个地方送了不少 右下这个地方是一个巨大问题手 就是简单放白棋两眼活 绝对是黑棋的失误 如果说把这个眼破了呢 白棋还真的很难办 后面的话 虽然说黑棋比较顽强 不断的在寻找机会 又是在上边定型 又是在右边想要抢杀 但白棋可以说计算 计算的非常的精准 没有给黑棋任何的机会了 这样的话 顾子豪将和深圳序 最终进行这个烂科杯 番茄的较量 第一阶也是他们 希望这一次 顾子豪能够延续之前的辉煌 好 那推翻棋 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